终于有一个不是圣母傻白甜的女主角了 就问以暴制暴敢于反击的爽门 谁不爱看 我看你是真气的 你打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里 赵金麦演的罗琪琪 绝对是青春剧里最不好惹的人 当班里有人把她省吃俭用 买的复读机弄坏了的时候 罗琪琪直接一瓶颜料就倒在了对方的头上 在体育课上 对方又故意拿球砸她的头 罗琪琪二话不说就捡起球砸了回去 面对霸凌者 罗琪琪不仅不退缩 还阴魂不散的跟着他们搞对方的心态 一身的脾气和江湖气 把校霸都吓呆了 不仅如此 罗琪琪就连面对老师和校外的混混 都依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当罗琪琪在课堂上看课外书被老师批评时 她云淡风轻 罗琪琪 干什么呢 看书呢 不是让你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好好学习呢 当罗琪琪在校外被混混围攻时 她泰然自若 完全跟其他言情剧里的小白话女主 没有一点关系 谁看了不说一句 齐剪牛掰啊 完全理解她能被同华亲自认证 尊重原著 就连长相思都没有这样的亲女儿待遇 前有八月长安的镇华三部曲 后有猫的树的高烟之四部曲 可以说各式各样的青春校园剧 都被内娱给拍了个遍 但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却依旧可以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走一步围绕着女主罗琪琪展开 跨越时代的青春群像剧 她不像是别的剧那样拘泥于感情 反而更多侧重演绎的罗琪琪 是如何跟自我和解的 在剧里 罗琪琪一出场 就是个魂不立的不爱学习的大姐头 还一门心思想出去打工 看起来跟正能量三个字下根不沾边 但其实罗琪琪小时候 是个天真赤诚 还热爱奥数的好学生 但是自从被父母从老爷身边接走之后 罗琪琪就经历了偏心的父母 不被重视的老师 以及污蔑她的同学 慢慢地开始掩藏自己的锋芒 用一身的刺来保护自己 为了逃离家庭 宁愿跑出去打工 简直就是个 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少女 但是幸好 她后来又遇到了年少时的伙伴 在他们的帮助下 慢慢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想起了自己儿时的抱负和梦想 在高三的最后关头拼命学习 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 这样励志又热血的青春剧 再加上赵金麦的演技 难怪原著作者都赞不绝口 豁草 原来《真还传》竟删掉了整整十四季 难怪这么多造型都没有在剧里出现过 一 孟静贤与幻璧在果郡王府的柴斗 在电视剧里虽然没有过多的描写 但是从幻璧的只言片语中就可以得知 果郡王跟出身名门的孟贤静 更有共同语言 就连府里的下人都只看中孟贤静 出身不好的幻璧 在王府可以说是如履薄冰 还因为斗不过孟贤静 直接住进了宫里 只可惜王府的故事后来就被删了 二 纯儿选秀 在剧里从选秀开始 都没有出现纯儿的身影 而是有一天突然冒出来跟甄嬛亲近的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也拍了纯儿的选秀 造型粉嫩可爱 看起来孩子气十足 难怪就连四大爷都会忍不住交纵纯儿 三 送去和亲的昭淮公主 在剧里四大爷曾跟皇后商量 要让昭淮公主下嫁给准戈儿 而这个公主正是雍正最年幼的亲妹妹 随随便便就被皇上残忍远嫁了 也让曹琪墨坚定了守护瘟疫的决心 不仅如此 在最初播出的DVD版本里 还有甄嬛带头去抓孙大影和狂徒的戏粉 难怪郑小龙还说把原本九十集的剧 删减到了七十六集 他作为导演很心痛 就连看剧的观众也都想看完整版的吧 我的天 完全理解导演让他俩来演亲姐妹了 以前的电视剧选角真的是神了 最终是那么温柔的你 戏外也是这种性格吗 其实我真的性格比较像若曦 我比较 我其实比较没有那么淑女 对 光从长相来看 刘新悠和刘诗诗都是温柔典雅的长相 两个人穿上古装全都充满了古韵 站在一起还真像是亲姐妹 而步步经进导演最绝的 则是在两姐妹人设上的设定 刘新悠演的若曼 前期也是骑马好手 是个像娇阳一样热烈灿烂之人 但是后来嫁进王府之后 被归训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归秀 每天只能抬头看着四四翻方的天空 郁郁寡欢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而刘诗诗演的若曦也是一样 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天不怕地不怕逛遍了北京城 嘻嘻哈哈的笑声 也曾是死气沉沉的王府里 一抹最靓丽的风景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若曦慢慢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在见证了封建社会下皇前的残酷 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漠视之后 若曦就连头上的花都慢慢变淡了 就像是她的生命力一样 颜色越来越弱 最后两姐妹也都是殊途同归 郁郁而终 难怪她出场几分钟就咽压了所有演员 这才是古装剧里面 天下第一美女改友的样子 之前的海上墨云机 时刻上的成分比较大 我就刻意有带灰色的瞳孔 就让自己的眼睛 有一个颜色变得不一样 古典优雅温婉贤静 就得让张军宁这样的颜值 来演剧里人人称赞的 九州第一美人银蓉 才不会让观众感觉到惊艳了吧 当初她一出场就真的明白了 为什么皇后会把银蓉当成一生之敌 为什么皇上会对她念念不忘 但凡换个人来演 都撑不起这样的剧情人设吧 虽然在剧里面 银蓉一直都活在回忆里 出场时间短就算了 就连装造也只有区区的两套 但是在张静宁的演绎之下 这些就已经足够惊艳观众了 一套是华美高贵的银色头饰 一套是端庄典雅的粉色华服 是那个精致的银色发官 后来很多古偶剧都曾模仿过这个造型 但却都是东施孝萍 没有张静宁的半分神采 扩擦 幸好当初她被选中去演了余曼丽 不然可能就退圈直接被拉去嫁人了 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我是完全没有拍摄工作的 是我妈妈一直劝我 你可以嫁人啊 然后改行 但我一直觉得 我可以 我再坚持 然后在那几个月之后的 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了 就是林雪导演的 邀约的面试电话 然后有了我 我觉得我一个质变的作品 叫伪装 余曼丽真的是人如其名 漫妙轻力 宋艺不仅有小鸟依人的邻家气质 更有潇洒干练的侠女风范 在伪装之里面演的余曼丽 还是个穿着旗袍的美貌女杀手 难怪在剧里演个早早牺牲的女配角 也是能抢走女主的风头 成为了让所有观众都一难平的白月光 然而就是这样的颜值 演技双双再现的演员 宋艺当初却压根无人问津 经常好久了都没有任何的工作和收入 即便她自己特别热爱表演 一门心思的想在演艺圈里实现梦想 但是家里的父母都特别的传统 起初只是让她回老家烤个铁饭碗 安安稳稳过普通人的日子 后来甚至直接让宋艺回来嫁人 幸好宋艺顶住了父母的压力没有妥协 等来了伪装之力 余曼丽这个角色 祸擦 完全理解于华对朱一龙评价这么高 就连导演看了都让他悠着点眼 何边的错误之所以还没有上映 就入围多个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街 除了原著作者余华的剧本和导演的拍摄之外 最大的功臣绝对非朱一龙莫属 在开始拍摄之前 起初导演组还没有想好男主角马哲的形象该怎么设计 但是朱一龙却在网上看到了一张余华老师年轻时的照片 便向导演提议 男主的人物形象就可以仿照这个 同时又考虑到马哲是一位勤勤恳恳的民警 肯定会有过劳肥的情况 朱一龙便让自己增肥到了160斤 就这样通过增肥涂黑粉 留胡子 还有续眉毛的方式 让朱一龙从星光闪耀的大明星 变成了粗糙执拗拗的警察 后来在拍摄过程中 朱一龙更是多次用敬业和专业的态度 让整个电影的质感都更上一层楼 其中有一段戏是需要马哲沉入水底 当天的气温却只有零下三度 朱一龙不仅演出了超高的水平 更是在结束之后顾不得取暖 第一时间来到了监视器回看自己的表演 导演在一旁看到都担心她的身体 我的天哪 她真的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红气养人 温柔美丽大气端庄 张小斐就是姚妈最爱的国泰民安脸吧 然而对比了张小斐李焕英爆红之前的状态 就知道为什么明星都拼了命的小红了 还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张小斐 是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她穿着朴素的衣服半丑爵 瘦小的身形加上并不白皙的皮肤 跟贾玲一起在舞台上表演小品 就问谁能看得出来 这时的张小斐是个战儿八经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呢 甚至还有人吐槽张小斐气质很土 更有制片人曾经当着张小斐的面之眼 说她的五官有问题所以火不起来 但是幸好张小斐都没有被这些流言击垮 心里一直有个信念 那就是拍电影 终于后来让她遇到了 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 不仅成为了当年春节档的一匹黑马 更是直接拿下了影后 从此张小斐身上有别于 其他女明星的成熟气质 不再是土 而是让人感到亲切的妈感 也可以在舞台上穿着高定的裙子 画着精致的妆 展现自己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美 笑死啊 这就是高情商和低情商的最大差距吧 原来情商真的可以决定前途 在电视剧问心里 赵又廷演的小峰沉稳周密 金世佳饰演的林毅则冲动直率 两个人的医学能力虽然不相上下 但由于为人处事的差别 一个步步高升 一个却只能够降薪撤职 在剧里面有一个叫田蕾的渣男 在得知妻子的病可能需要很多钱 就决定把身患重病的妻子 转移到医疗水平非常普通的二级医院 还不愿意联系妻子的娘家人 林毅知道以后那叫一个怒火攻心 直接冲到田蕾面前质问他的动机 说他这么做就是放任妻子自生自灭 一下子就触碰到了田蕾的逆铃 两个人就这样在医院大吵了起来 最后也没有让这件事情得到妥善的解决 但是小枫却循序渐进以退为进 他先是向田蕾表达了关心 说可以理解他的苦衷 治疗费用确实太贵了 总不能因为一个病人拖垮自己的人生 田蕾听了之后连连点头 这时小枫又根据田蕾胆小怕事的性格 说如果不联系病人的父母 那么如果病人出了事情 唯一的责任人就是田蕾 渣男一听表示这可不行 于是赶紧屁点点的联系了妻子的母亲 这才让老两口知道 并且出现给女儿治了病 谁能想到当个医生都这么有门道啊